之前蘇子介紹過清代第一詞人 立蘭勝德的故事和作品 今天是為大家介紹清代第一女詞人 她的故事同樣是具傳奇性的 一日看蘇子,有文化有 taste 在繼續說下去之前,想請大家訂閱我的頻道,多謝支持 中國文學史上有大發而彩的女性作家 但就好像檀花一言 明朝之前大家最熟悉的可能就是李清趙一位 這當然是跟中國傳統以男性為中心的結構有關 女性的發展環境是受到限制的 歷代的女子教育都是以道德和技能為主 懂得相夫、教子、補衫、繡花就足夠了 女性的知識教育是受到忽視 女性的才華也是受到壓抑的 明朝後期就深學流行 帶動了思想界自由的風氣 例如公安派的文學理論 提倡解放寫作 醞釀了清代婦女的文學發展 明末的清流中人 不少都精於詩、書、畫 例如秦懷百艷的紐如士 清朝是女子 歸國文學發達的朝代 一班文人都有收女弟子 清朝流行早詩寫 多了交流的機會 都是不可忽視的因素 有讀過紅樓夢的網友都應該記得 開詩詞大會深受一種大官員後生子女喜愛的活動 雖然是小說 但多了一點都反映現實 清代第一女詞人 何雙興的背景比較特別 不是說她是清流中人 實際上她是出生於普通農家 也算不上是大家歸秀 她七歲左右受過大約三年的教育 有一個說法說她的舅父是教書先生 她就去學校聽書 解釋到一個農家的女孩 為什麼會有機會去讀書 16歲的時候她的家就安排了她 嫁給一個姓周的農夫 她家婆對她很差 什麼都對她做 搞到她身體不好 依然還是要做做做 後來就惹到藥疾 幾年後因為長藥疾 香燒肉韻 結束了坑坑的人生 幸好就留下了很多出色的詩詞 其中詞是有14首的 我一會兒會為大家介紹她的佳作 賀雙興的事跡能夠流傳至今 多得一位叫市鎮林的文人 將雙興的事跡寫下她那本西青省記 她跟雙興是有文學上的交流 史鎮林的一班文人好友都很欣賞何雙興的作品 其中一位 段玉咸 就找個畫家張錫臨為雙興畫了畫像 在雙興中瓜圖 請雙興自題一首詞在上面 真是有詞為證的 但文國 著名學者 胡適根據他的研究 提出了五個疑點 包括各種關於何雙興的記載 是有矛盾之處的 認為何雙興是虛構人物 是史鎮林的幾個人 FF出來的絕世佳人才女 即是好像《紅樓夢》裡面 林代玉、涉寶差那些佳作 都是曹雪芹作出來的 不過胡適之後 有不少學者研究何雙興 有支持 亦有反對胡適的說法 其中一個我認為幾個道理的研究 是比較史鎮林本人的作品 和何雙興的詩詞 後者明顯是水平更高 所以你說史鎮林要老作 根本就作不到 好,是時候介紹一下 何雙興的詞 這首據傳是用粉 寫在一塊卓約的頁片上 詞的上片意象很美 說初夏鎮雨在山谷田野飄飛 而生脈有散發震震的清香 頭上插花的木銅 由然至得 站在牛背上 不過在一個豐收的季節裡 此外面詞人就沒有半點喜悅 他耕完田還要回家煮飯 亡到腰酸背痛 仍然不免受到挑剔 真是很無助 身體和精神飽受煎熬 心中的苦悶無法排遣 唯有借助手中的筆 將滿腔的幽怨 傾掃在頁片之上 這一首詞是很鹹的 用蝶字 令大家想起 李清照那首 沉沉覓覓 冷冷清清 淒淒慘淒淒淒 所以有人稱賀雙興是清朝的李清照 其實雙興寫這首詞 送給他鄰居女友人韓西 很細膩地表達了他內心憂鬱的情緒 因為又要跟那位女友人分別 這首詞是將雙興的宣楚盡情傾訴 用了很多的蝶字 但一點都不覺得很牽強 最後這三句更是如冤無窮 僅僅扣人心言令人動用 大家可以看到 雙興的詞是沒有用很華麗的詞組 但多都是採用生活的語言 大家都很容易看得明白 雙興是很善於將自己的情感 用於自然境脈之中 可以說是達到高度美學意義的境界 這一首二郎神呢 是講菊花崖虎 很明顯呢 何雙興就是自比 那... 博幸 那個當然就不是雙興啦 睡得不好那個就是他啦 本片的標題就是來自這首詞的最後一句 我在網上找到一個很好的英譯本 我知道呢 有很多觀眾 中文一般的 或者看這個英文版呢 會比較容易明白 手詞是說什麼 那條片是會有這個網頁的連結的 今天就說了那麼可以 如果大家喜歡我的影片的話 記得給個like啦 多謝鳳翔 下集再見 這個新闻 我 今天 有 和 是 想